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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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早 有什麽要 垂循的问题 香港昨天的选择 反正的老板 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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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個領導人 國家的領導人 都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守護人民的民主跟自由 那我相信 這個是一個做領導人的最 基本的任務也是最重要的任務 如果沒有決心 或者沒有能力做到的話 說什麽都是藉口 說什麽都是藉口 有啊 他好像是有講過 我想台灣的政治人物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有一個基本的原則 就是我們對內 或許在民主機制之下是競爭的 但是我們對外的立場必須是一致的 那我也希望我們能夠秉持這樣的原則來進行我們民主的競爭 那一國兩制這件事情是不可行的 這個是已經是長久以來我們的認知 不是這近來才有這樣的醒覺 那我也希望就是說 這個我們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能夠秉持一個堅定的 而且一致的對外的立場 那至於韓市長在過去的有一段時間的言行 讓人民是有些疑慮 所以他也必須要接受人民對他的這一方面的檢驗 這就是我剛才講的嘛 我們政治人物在民主機制底下從事競爭 這是在內部 但是對外我們必須要有一致的立場 我也希望我們一直都是這樣 那只是韓市長在過去一段時間 有一些言行 確實讓臺灣有很多人感到不安 那也就是市長要去接受檢驗的地方 這就是我剛才講的嘛 這個做一個領導人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保護人民的自由 那保護國家的民主 那如果沒有這個決心 有沒有這個能力的話 說什麼都是藉口 剛剛總統提到說 對外大家要一樣 但對內的話 韓市長對於中央好像不太滿意 因為他又認為說中央一直在卡他 然後還說他當草包 是不是看片高雄市民 他臉書這樣寫 那這部分當然是比較針對蘇院長 哪怕你能問總統說 你愛高雄的心會比韓市長少一分嗎 那是絕對不會的啦 那我們對高雄市民 都是存有一份非常疼惜的心 那高雄的建設 高雄人民的福祉 我們都是親全力來協助嘛 那也希望就是說 韓市長能夠把多一點的時間跟精力 放在市政上面 那因為畢竟他背負的是 是在上一次選舉裡面 很多人投票給他的高雄市民的期待 那絕對沒有所謂的卡關 或者是其他的問題 我們對高雄市民的支持是百分之百的 最後提案 總統剛剛有提到說 謝謝賴院長的部分 那現在大家講說 是不是轟轟烈烈的英德內戰結束了 接下來民進黨的一個策略課 會把套口來對準 今天來這邊參拜的台北市長 柯文哲的這番議題 這個 我剛才在機場跟我們在場的鄉親講過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團結 我們要團結我們民進黨的支持者 那我們要團結更多的社會的力量 來支持我們在2020可以過關 而且可以繼續執政 繼續守護台灣的人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前面走 前面講